一大清早在信義區象山公園內 有一群李明正在做運動 原來是三里里長翁信利 帶領著太極拳班進行練習 在數音下搭配著音樂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訓練 身心靈彷彿都緩慢了下來 李明也覺得整個人的狀態都改變了不少 雖然一般人認為說太極拳是一個 好像比較屬於年長者學習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年輕人 那可以學這個話也可以把自己的心性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學的是比較慢 但是還蠻好的老師 他就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教 真的 他慢慢教慢慢教 還有同學也是 我慢慢教慢慢教 真的覺得是我覺得是 對我很有幫助 那如果你規規矩矩來寫的話 你一步一步慢慢從基詞建立起來 你打到最後你會 你自然就會知道我錢家是有內容的 Sanny里長翁信利年輕的時候喜愛爬山跑步 因為膝蓋受了運動傷害 在十八年前改練太極拳 移動移境的拳法讓他深深著迷 從此一頭栽進太極拳的世界 他施成三十七式正子太極拳 從秉級一直考到甲級教練 還曾得到二零一零全國太極拳比賽 團體主冠軍 個人組亞軍的殊榮 後來當上里長 他還特別開設太極拳班 讓李明一起學習 有進步 但是你如果不練的話 就從來 就沒有啦 不是說你學了一套錢 就永遠功夫在身上 不可能的 三里里的太極拳班 目前有兩個練習時段 除了每天早上七點 在象山公園內的例行練習 每個星期一的早上十點 則是針對新生的初級教學 翁立長希望透過太極拳 讓李明更認識中國文化遺產 也達到強生艦體的目的 記者 陳德華 財貿報導